大家这里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空祸 可以看视频 左上方资讯 指为龙 掌为虎 那么首相是一龙长虎短 要指长长短一些 这个圆主 刚好相反 形成这种 掌强 指弱 虎吞龙的歌曲 虎吞龙是喧宾夺主 代表出身家庭环境一般 运势根基不强 我们从生命线初期的导文和分叉 也可以看得出这点 早年出身家庭环境一般 从手型来看的话 是有一些偏木人的特质 我们从手指的形态来看一下 我们看这个手指的形态 手指指为龙 手指稍短 不过在这个四指当中 这个小指还是状态不错 小指修长饱满 跟子女的缘分还是深厚 只是我们注意到 从这个食指来看的话 食指稍短一无名指 在婚后还是比较顾家的 那么和兄弟姊妹 原生家庭的关系倒是一般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穿掌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掌球和纹路 那么掌球来看 掌形偏长 特别是手指掌球 分上下两个部分 上面是理性区 下面是生理区 那么生理区明显是下半部分偏强一点 到了这个小指根部 位置稍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金星球 还是比较饱满的 这个体质还是不错 只是带一些青筋 这个青黑色比较多 发紫 容易注意肝胆方面的疾病的侵扰 同时本身也是属于这种纹路偏深刻 偏劳碌的这种体质 偏筋骨这种特点 所以说有一些好强不服输 有一些势必攻心偏劳碌 注意劳益结合 本身体质并不是太强 我们来看金星球的范围 还算是比较开阔 为人是慷慨大方 加上是本身这种圈掌的这种特点 是大开大合 个性还是比较大气的 我们看这个月秋 月秋饱满高龙的人 变动能力强 做事还是能够懂得随机应变 也说明了想象力丰富 在艺术方面还是果敢兴趣 手指根部的掌球 这个食指迅功 这个是正裁位 正裁位还算是不错 只是间歇杂闻干扰 正裁还是不错 本职工作还是间歇动荡 但是还是能够稳定下来 小指根部水星球饱满 沟通能力强 口才不错 并且上面还是有一些钱财术文 说明在商业方面的嗅觉 还是比较灵敏的 容易在团队当中 借助川长的这种威力 还是能够发挥出这个事业和职场当中的潜力 我们来看文录 文录刚才讲的是三大主线 是这个格局开阔 特别是这个脑线和生命线初期 格的比较开 是典型那种川长的格局 川长人的做事 有胆识有魄力 闯进十足 并且独立能力非常强 那么川长人 在这个职场当中 事业当中是有一些 非常不错的一种潜质 那么做事 会抓住机会 并且敢闯敢干 但是川长一定要搭配一个 比较饱满的金星丘 搭配一个好的体制 因为本身他是一个 闯进十足的人 需要一个好的体制 才能够把川长人的威力发挥出来 所以还是要建议多增强体制 才能够将川长的这种特点发挥出来 那么川长人 如果是再搭配一条非常长的事业线 形成一马平川的格局 那么在事业发挥时能够有不错的成就的 只是远主事业线还是没有冲破感情观 冲破了脑观 脑线观 智慧线观 也就是能力观 但是没有冲破情观 难过情观 川长也是有一些不利姻缘的首相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 讲到感情 我们来看感情方面 感情线出现的断开 断开 这就是情观难过的一种典型的特点 情线 情线断 情缘就断了 就容易见分离之苦 本身断开处也见一些杂纹斜纹的侵入 容易在感情当中犯情伤 并且这种特点也体现在长策的横纹上面 长策的横纹 是代表在对一些人和事物难以看透本质 容易在钱财和感情方面上当受骗 同时它也是一种反抗线的雏形 反抗线的人一般个性直率 敢爱敢恨 但是也容易在姻缘桃花当中迷失方向 甚至容易跟家人反目 挑战权威 那么这是反抗线的一种雏形 那么从几个点可以看到 在感情方面的动荡 同时我们可以从影响线看到 影响线前期没有跟事业线接触到 这也是一种偏缘的干扰 甚至到了中期才出现影响线 刚好和事业线接触到 所以这个姻缘会有一些好事多么 这是从几个特点可以看到感情方面 亲密关系线 也可以看到这个方面的一些信息 亲密关系线见横门干扰 也是见情路的不顺 这是感情方面 我们来看 从流年来看 生命线初期见导门 出身家庭还近一般 人生起点不高 再加上生命线出现分叉 主线出现分叉 出现在早年的话 就容易影响到学业 学业有一些受限 能量分散 那么随后进入社会 也见一些小的分叉 分叉都是有一些 对主线来讲 都是有一些影响 都容易减少主线的能量 和生命力的一种特点 这个是生命线的分叉 那么其实到后面的话 生命线还是尤其的深刻 基本上从流年来看 30岁往后 30到32岁往后 生命线基本上是比较干净 这段期间 基本上延续到45到48岁 这个阶段是人生的一个 运势的上升期 运势的一个高光时刻 这个阶段一定要抓住机会 才能够有所 在人生运势方面 包括事业财运 因缘方面 都能够有所突破 所以说强运还是在这个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 我们注意到 生命线是少杂纹干扰 并且格外的深细 纹路一深一细 要深要细 整个人生路才能够走得扎实 如果是比较粗 比较粗的 比较粗的 比较浅的这种纹路的话 人生路就容易艰难前行 阻碍重重 所以这个又深又细的阶段 是强运的阶段 紧接着强运之后 就见上升线 这个是也代表运势的一种提升 后面又有一条上升线 那么这个上升线 从流年来看的话 基本上是代表 52到55岁左右 这个阶段出现运势的一种提升 并且家族喜天丁 一些喜事发生 有一些固定资产的教育 获利 或者是 有一些偏财入账等等 这种喜事幸运的事情发生 这是运势的一个提升的阶段 刚才讲的感情 其实涨底魅力线也是比较多的 也是偏桃花旺的体制 所以说偏远的干扰还是比较多 这是后期 这个生命线慢慢的变浅淡 也是自然的一种现象 生命力慢慢减弱 到老年时这种正常的一种特点 那么尤其注意的是 它有一条非常好的这个彩线 走向这个水行丘方向 并且不止一条 往这个水行丘方向走 财运方面还是有一些 这个财运方面的一些突破的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水行丘 往水行丘方向的走的 这个财运线一般有偏缘的 偏财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有望在偏财方面 所谓人无横财不负 偏财也是属于这种横财的一种 横财也是属于偏财的一种 所以说财运方面 有一些发展的机会 但是我们说圈掌人 是一种大开大合的个性 也是容易漏财的一种格局 所以说这个是容易财进财出 这是整体的一个首要分析 如果有空过可以看视频图 那么咨询我们下期再见